再來就要畫其他的固定設備 在建築物裡面 以營建工程來說 施工圖必須要放的設備是浴缸 馬桶洗臉盆 還有 廚具 這算固定設備還有另外一個叫做電梯 所以這個地方怎麼給呢因為這個廚具我跟各位講其實廚具可以去找 我簡單講一下就好 譬如說我講國內比較有名的叫做頭透 頭透 頭透的話 這是國內豪宅在用的規格 那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些些 你可以看到這些東西對不對 那他也有 你看他馬桶非常漂亮 你看他馬桶做到這樣 你看我假如點下去 這一系列商品你看 假如我要知道這一個 假如我要知道這一個了解更多 有沒有看到有下載 好這一個多少錢你知道200塊對不對 200號好便宜 對不起還有三個零 這200塊 好然後你看到 下載 有沒有看到 JPG JPG PTF 以前還有DWG你知道嗎 現在沒有DWG DWG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連AutoCAD圖檔都有 可是他現在好像把他鎖起來了 好 那沒關係我下載一個 他有說明書 好 你看 登錄後可以下載CAD的尺寸圖 所以你要 在那邊註冊 我沒有登錄 我看有沒有登錄 他的帳號 我沒有會員 知道嗎 所以你可以去升級一下 就可以拿到CAD的圖面 知道嗎 好 那如果你沒有那個登錄的話 我假如說來我要這一個型號 好 我就下載 下載這一個好了 有沒有看到這是CAD的話 那我問你馬桶到底要不要畫 不用畫 聽到沒有 馬桶洗臉盆 浴缸 他們都有型號 但是你要挑選 你看這剖面圖在用的 這剖面圖 這什麼 平面圖 只是你100%的平面圖不需要畫這麼細 懂不懂 所以這都有圖面了 根本不需要你 你只要去登記 假如你又工作了 在某個工程顧問公司或事務所 你直接只要登錄 你用申請帳號 對不對 我是哪個事務所的 我帳號密碼 你申請一個 好 那專業人士 他一定會給你 知不知道 這頭透 那另外還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 HCG 我們看HCG會不會開放 所以 圖塊裡面很多種 你再把它 做成圖塊 就可以了 譬如說找HCG 你看HCG馬桶 合成 它本來在音歌 我們看一下合成 有沒有 我們舉例馬桶好不好 不要馬桶 我們現在換一個 臉盆 好這麼多種 假如這個臉盆 我要這個臉盆 型號這個點下去 有沒有看到圖面有了 這個一個 16塊 很便宜 很便宜 16000 然後呢 有沒有看到DWG 合成比較友善 有的打三折 有的打對折 三折是給大批建設公司 設計事務所有時候可以三折 來我們看圖面 哇太棒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圖面 是不是OK的圖面 這就是洗臉盆 看到了嗎 指定要注意喔 洗臉盆 510是什麼 什麼單位 MM 所以這個時候跟我們圖面要注意喔 它是MM 所以我們查一下尺寸 所以我教你們東西還是可以用喔 510 從這裡吧 約略好了約好看是不是510 476 所以它是用MM 懂了喔 做圖塊的時候一定要把它改成公分 有沒有問題 圖塊還是用Wblock 所以 這邊已經告訴你其實 臉盆的平面 臉盆的 婆麗面 都有了 所以將來要畫臉盆的時候你看 這個 需不需要畫 這各位看圖形就知道這是什麼 單槍龍頭 看到嗎 好 怎麼鎖 它都有 OK 所以合成牌裡面它有很多很多的DWG 你可以去下載 那我今天講的是把那個 我們有一個 檢定的圖塊 我們在CAT2裡面 我記得這樣子講過嗎 在 綠園工坊裡面有嗎對不對 有個叫做 丙 S100 那在這個裡面其實有一個圖塊叫做 我們把它音色的時候來找 這時候有一個洗臉盆 有看到 有沒有一個洗臉盆 他給的啦 確定 喔 就這麼大 有看到 那麻煩你 Enter Enter 麻煩你把它做成圖塊 你要再做一次 就說你拿到這個東西 小像我剛剛從那個合成牌拿到浴缸 麻煩你再做一次 W 可以嗎 然後呢 製作圖塊 你就點選點 插入點在這裡 然後呢 物件 選這個物件 選完物件之後 看到 注意他這個顏色不是我們要的喔 所以我我建議再重做一次 第一個 我先把這個東西 然後第0層 第二個 我把顏色 塗層裡面的顏色 Ctrl 1 把顏色弄到 第0層顏色什麼顏色各位知道嗎 白色 所以你看他這個顏色有顏色就是不是很理想 的顏色 洗臉盆 然後呢 圖塊單位是公里 OK 這時候你看不到顏色 其實 蠻麻煩的 炸開 好 這個時候應該就會看到顏色了 青色 我希望他全部都變成什麼色 我不要青色 不然我做圖塊以後全部by layer 不要用圖塊喔 好 全部就變成 第0層的顏色 這同樣做一次 然後 我再把這個圖塊 編成圖塊 W W 好 點選點 選物件 然後呢 OK之後 存在哪裡 記得喔 你要存在你的隨身碟喔 我是存在哪裡呢 我點選點我自己存的話你不要參照我這一個看你的 我存在我的桌面裡面的 裡面有一個基本 設定的圖塊 沒有圖塊 我記得我存在哪裡 Block 好 這叫什麼呢 這個我叫洗臉盆 你可以用中文 你可以用中文喔 洗臉盆 好洗臉盆 儲存 看到嗎 OK 這樣OK喔 好 那 好 那這樣的話你看到喔 存好之後 注意真我不要用單位 好存完之後 你看我存一個 洗臉盆喔 我再到這個 所以這個底下動作你要說我要我要放個洗臉盆在這裡喔 好 各位我在這裡放 insert 我瀏覽 我瀏覽 我現在到我那個桌面上 我的目錄區 我的目錄區 Cat 2 有個block 洗臉盆 開啟 好 全部螢幕上指定喔 確定要不要分解就要不要炸開 通常不要 好 放到哪裡 因為我現在在哪一個塗層你知道嗎 我現在在WP 所以 顏色就這樣 我不要到WP呢 到衛浴 衛浴層 其實應該有一個層啦 我這邊忘記在哪裡 這邊 這邊 因為他必須是細線 好 好啦放在Furniture好了 Furniture是家具嘛 固定的設備 我就放在 Toilet 好 Toilet 好推了時候我insert 再一次 剛剛那個瀏覽那個 洗臉盆 開啟 好 確定 重新定義 好到這裡 好 我上來這兩點的終點喔 Shift 一倍 一倍 Enter 有沒有看到 有一點差異啦 不要管他 原來設備他可以去調整 那 這部分就先這樣做 這就完成了 其他的這個部分 馬桶 各位 你就一樣去那邊把它找出來 因為這個檔案我記得我上禮拜有教過 你只要從這邊 Insert 對不起不是這樣 從這邊選 流理台 浴缸 你看浴缸 一樣 Enter 浴缸 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呢 馬桶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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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通通把它做成圖塊 做到這個裡面來 我會檢查你的圖塊喔 我會insert 看看你裡面有沒有這些圖塊喔 了解嗎 你要自己把圖塊抓過來 有沒有問題 就是他裡面有一個圖塊 我的意思是說 你從網路上下載下來的圖塊 做到你這張圖裡面 包括從合成牌或頭透 那都可以 那都可以 但是這個就是說假如我已經在這個檔案裡面有 有很多圖塊了嗎 你要把它宰下來放到我圖框裡面來用 會了嗎 這個部分是這樣 那電梯沒有圖塊 那電梯沒有圖塊 電梯有沒有 網路上有沒有 各位可以找找看 電梯其實 那個 我們可以看 電梯其實 電梯 櫻花也有 涌大 涌大其實是國內 價錢還算不錯 很很 很CP值很高的電梯 我們找涌大電梯好了 好 涌大的時候你看 這裡面有電梯 那涌大的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 再看 客用電梯 別墅型電梯 還有無機房 你可以了解一下 別墅型指的是比較小台 看到沒有 行路下載 那他也有檔案下載 找找看 好不好 找找看 他裡面會有一些尺寸 找找看 你看他會告訴你 注意什麼 天井要多到 車廂 多少 有沒有看到 你可以了解一下 有時候他有圖塊讓你下載 如果沒有就算 我以這個圖形來講 這個電梯 電梯比較重視的是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注意結構的尺寸剩多少 那裡面有倒軌 配重 機箱 這個圖面 你可以簡單的畫一個 這個大小 130 130 的矩形 打一個叉 不要用中線 請你用清線 那這個倒軌 你就是這樣 簡單的畫一下就好 130 10 懂意思嗎 也就是說 來我畫給你看 在這個地方 你要畫這個電梯機箱嗎 我移到我的圖層 也是細線層 我沒有ELEV ELEVATOR 沒有看到 沒關係 我就把它用在 Furniture是家具 應該要用電梯才對 沒關係 我用Furniture 好 他顏色比較不好看 改一下好了 好吧 改到那個R了好了 來 畫一個REC 130 130 都畫好了 然後打個叉叉 然後這個部分呢 離他多遠沒有關係 你還是畫一個 從哪裡到哪裡 往上去 小老鼠 X等於0 Y等於20 畫一個 小老鼠 130 豆點20 這個時候你看 我剛剛畫一條中線嘛 有沒有 然後中間再畫配重 你看了我要畫什麼嗎 有沒有 把它剪線就好 這邊離多少沒有關係 這邊再畫一個矩形就解決 有沒有看到 剛剛是不是畫在外面的邊邊 畫起來把線剪掉就可以了 了解嗎 就 不是很難啦 你如果沒有辦法下載型號 自己畫一個簡單的 有配重 有什麼就可以了 對不對 譬如說你這邊要多少 那 最簡單的是把它炸開嘛 然後你要offset多少 這130嘛 我offset30好不好 對不對 剪掉 這是配重 這是軌道 了解嗎 這樣就完成了 好不好 不會很難 所以我各位要注意圖層放在什麼地方 好不好 所以 這個圖面 你可以看到 電梯也講完了 衛浴 都 所有的設備都講完了 廚具也一樣 廚具你麻煩到那個 秉S100 下載 廚具 像在屋頂平面圖 這個廚具 流理台 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各位可以看到 在屋頂平面圖有這個東西喔 有這麼一張圖喔 各位 這張圖你要畫 也好 不畫 就直接 做圖塊 好不好 這個是大樣想圖 要把文字填上去 了解嗎 這樣就根本不要畫 懂不懂 了解喔 你要畫 我說了 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我希望你上課真的要聽 不然回去要把影片看 你看 你再不看 我也沒有辦法 所以有一張圖 還記不記得 屋頂 結構 屋頂平面圖 標準層 標準層 看到沒有 這邊是不是有一張圖 有沒有這張圖 你要把字加上去 好 我們再來要交的是這四張 一樓 標準 屋頂 屋圖 了解喔 動作要快一點喔 好 那 今天大概 我想就 等一下看還沒時間我再講一點 好不好 好 這個部分就是先跟各位講 你先要畫 先把這個固定設備 畫完 再來就是文字 文字的部分 再來標尺寸 這都一樣 好 沒有關係因為上次 結構平面沒有沒有講嗎 我等一下 看看有沒有時間我再講一下 要不然就下週 我再來講這個 尺寸的標註怎麼做 好不好 文字跟尺寸的標註怎麼做 再套圖 所以下禮拜會把平面圖講完 希望同學真的加油要做 所以下個禮拜要收標準層 了解嗎 收標準層平面圖 那下下禮拜 要收 一樓 屋頂 屋圖 好不好 了解喔 都先講 好 先這樣吧